北京时间4月10号晚上11点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中共宣布革职 与此同时在薄熙来主政4年多的重庆 一连两天爆发万人的集会示威 重庆市万圣区民众高唱红歌抗议 看似在发泄挺薄的情绪 但敏感时期是谁希望中国社会乱呢 背后的推手又是谁呢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深入报道 中共喉舌新华社4月10号一直等到深夜11点 才正式公布薄熙来涉嫌违纪被双停的消息 11号 重庆和大陆各媒体及各大门户网站 都以头版或在显著版面报道了薄熙来案 同时刊登人民日报评论拥护所谓中央的决定 据传 各省市宣传部长前天已经抵达北京统一口径 另一方面 从4月10号下午开始 重庆市万圣区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 反对于齐江县合并 遭到几千警力的武力镇压 居民发生大规模冲突 民众认为是有蹊跷 因为万圣区于齐江县合并 是去年10月薄熙来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所做的决定 在中共对薄熙来做出处理决定的特殊时期爆发示威活动 时间点令人生疑 从万圣区民众上传的视频显示 示威民众聚集在一位身材魁梧 头戴礼帽的人周围 这个人带头高呼口号 唱红歌 周围民众被煽动得群情激昂 有人质疑 这是否是挺薄的情绪表达 仔细看重庆这场冲突的根源实际上是来源于薄熙来在位时候的这种 他推行的这种政策造成的 而民众的这种积怨在这个时候爆发 明显看出来他幕后有推手 是想让胡温来承担罪责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也指出 抗议者没有惯有的愤怒和悲情 从形势来看 最希望出现社会乱象的就是主掌政法系统的周永康 因为他会得到一个借口 就是不能给百姓任何希望 就是他的借口就是当百姓觉得压迫减弱的时候 就会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那么如果不用暴力去弹压的话 那么类似的抗议活动就会迅速席减全国 所以为了维稳的话还得靠周永康 他认为他是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受益的 张天亮表示 秦贼先秦王 虽然薄熙来被秦 但并没有秦王 尽管薄熙来已经实施了 但周永康还有可能去制造事端 因为呢 这个 这种唱红的这个活动的话还在进行 包括下两天那个景山的那个唱红的活动 所以呢 我想就是说 出于这种 受到危险的这种感受吧 那胡温的话呢 他们拿下周永康的决心的话会更大 而且的话呢 可能会更快一些 夏小强认为 以周永康 李长春为代表的血战派 他们恐惧被清算 一直利用手中掌控的宣传媒体 警察 武警 以维稳的名义 封网抓人等 他们试图嫁祸胡温 伺机发起政变 而周永康现在正在尽力 在全国各地搞事 希望全国各地都出现重庆的这种乱局 如果胡温能够立刻拿下周永康的话 可以使周永康的予党迅速的溃散 这可以从薄熙来施事后 江西人马纷纷的那种迅速的倒戈 效忠胡锦涛可以得到验证 所以说呢 胡温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果断出击 公开逮捕周永康 从哪个角度来讲 为国为民 为公为私和为公 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夏小强认为 胡温现在最好的行动 就是把迫害中国民众的江泽民 周永康这些人绳之以法 给民众一个交代 然后顺势解体中共 这就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would該扰是中国人绳之以法 保译 feed